没有疫苗,人类是不可能回复到正常生活 它对经济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现在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你没有疫苗,你的生活就不可能回到真正的正常 我们知道疫苗是一个投资过低的一个产业 原因是因为它用在对抗传染病 它不是一个容易赚钱的产业 而且现在对品质的要求非常的高 而且它是用在健康人身上 很容易出问题,会影响到伤愈 所以大公司也不愿意投入 所以在SARS之后,以美国为首 他们当然就会启动国安机制 认为疫苗产业应该是国安的一个产业 以制造来讲,台湾现在是有三个厂 在全世界用人口的需求来看 大概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台湾这个样子 我们的制造能力是远超过我们全体人民的需求 欧美这些主要的国家 它都已经建立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的建立才有办法让现在这一次 用这么短的时间就有产品可以进入这个人体事业 它的观念就是用平行开发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不要等到动物实验座,我就进人体实验 这是第一个平行的概念 第二个平行的概念就平行制造 就是我不能够等到疫苗确定安全有效再来制造 来不及 那平行制造跟平行研发就要启动紧急授权 所以现在大家在讲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在讲说 今年年底他们要生产多少剂都是在紧急授权的概念之下的思维 全部都是国家来担这个风险 没有一个国家是让私人产业在担这个风险 欧盟他们也有欧盟的体系,中国有中国的体系 大家都在启动他的体系,不管他用什么技术 国家就在这个时候就说 我疫苗还没有证明出来之前 我就先下订单,让你把它制造出来 他最坏的情况就是做出来没用 这个风险当然不能够叫厂商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是站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他是站在假如我有了之后 我赌对,那我的经济就可以复苏 那我常常跟人家讲说 我们这个防疫公共卫生可能对产值的增加不大 不过我们做不好呢 可以把你的产值跟你的价值呢 这个我们台股跌到8000多点的时候呢 是跌到12兆的市值 那你用个你用个几十亿几百亿来投资 难道不值得吗 你这样想就知道 你看现在欧美他的市值跌到多少兆美金呢 国安的思维是很重要 所以现在对政府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 这一次他一定要想清楚 因为这一次的投资不是只是这一次的投资 你今天纵使这个钱撒下去 政府担了那个风险 你要知道我们的疫苗产业就起来 他不但是自给自足还可以帮助别人 而且他是一个生命的宝藏 你就把他想成我们是在买灭火器 贵一点就在想说那你买个F16一架要多少 你那个飞弹你真的是想用他吗 你不是只是买新安的而已吗 为什么不用这个观念来看疫苗呢 那如果你用这个观念来看 几十亿几百亿就是很小的钱 想清楚了 我们这个社会想清楚了 就知道说国家这个时候要跳进来 这个投资是绝对划算 纵使他担了那个风险 纵使今天全世界 大家第一批头下的钱都泡汤了 但是这个产业就是有那个能力 去找出对的疫苗 那今年有最好 不行明年有 再坏后年一定会有 但是你不投钱就永远不会有 这个观念上是很清楚的 既然观念上这么清楚 政府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下大的决心 这个决心一下了之后 台湾的整个生计产业在疫苗产业这块 就会从我们是亚洲这几个主要国家排行最末 突然间跑到前段半 台湾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 那种投资都不是 都不是一般的投资 它的规格都是国际规格 所以以制造这一点来讲 食药署他现在都已经 都已经在看这些厂 他一定是 我们叫做PPP嘛 就是官民合作了 他跟你以前你做好 再来查的概念不一样 他是法规单位直接就 他可以直接派人住厂 看着他怎么做 这个其实平常做不到 现在都可以做得到 因为他平常没那么多人力 现在紧急的时候 这是最优先 你就派主人进出部位 跟着看他怎么做 好 好